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星星猴 僵尸猎手时间到 今天的游戏非常有趣 今天的任务是利用麻醉针来猎捕僵尸 自然的话麻醉针给了我们20发 如果可以连射的话就非常爽了 你可以看到一整排的麻醉针迅速向僵尸扑去 不要担心它会浪费掉 如果没有击中僵尸 也是可以再次回入我们的包容的 飞行僵尸 休想跑掉 也是本关的升级任务之一的 现在只是一个 还需要第二个飞行僵尸 这里三个僵尸 我们看看能不能全抓到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麻醉针的效率 并不如猎疆网速度快 猎疆网的话可以一网打尽 这里竟然用了两个 算是浪费掉一个 出来了 休想跑 浪费的没关系 把他抓住就可以 射中墙上的这些麻醉针 还可以再次捡回来 还是拥有14个 现在已经抓捕了4个僵尸 任务目标是13个 先把这些什么破螃蟹都给他扎到 然后再裂捕僵尸 大波罗自然没有问题 僵尸被抓了之后 他会在原地进行睡觉 看来 秘密研究所所研发的麻醉针 威力还是不错的 只需一秒钟 甚至都不到一秒 就可以让僵尸麻醉 没有任何痛苦被带回压榨所 进行压榨 要注意 这个沙堡里面有僵尸 想跑 没那么容易 在他把冲浪板挡住的最后一瞬间 成功抓取 这个任务的话 是不限制地图的 你也可以来到第一章 进行做这个任务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们 请订阅手游酷玩 这个僵尸猎手 还是比较耐玩的 因为他的老家升级 是中文究局 不算太快也不是太慢 如果升级太慢的话 玩下去没有什么动力啊 游戏的画风也是偏卡风 而且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各行各色的编译僵尸 拥有不同技能 而我们作为僵尸猎捕员 必须要抓捕他们 不要跑大波罗 炸倒我们也没用 而你将会永远的沉睡下去 空中扔大脑 把小鬼来抓 这是一个小鬼 但是不是飞行小鬼 所以说任务是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再回到海滩关 再抓一个小鬼 这里的话任务要完成了 我们来把这些毒针全部用掉 迅速发射毒针 一个僵尸两个针全部抓取 任务完成 我们还是剩下一个毒针了 这些僵尸都安然的睡了过去 最后就是你 竟然是一个普通僵尸 竟然是一个普通僵尸 成功 我们的机器老哥来开飞机 把这些僵尸全部运回总部 准备进行压榨 读证任务完成 先收一下任务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老板 现在是27级 应该到30级才能解锁虚拟图 飞行小鬼还差一个 等我们下期 在进行海滩抓捕的时候 可以抓到 更多精彩 现在手游库玩 我们下期再见